另外我们由于也持续的告诉大家 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一个最新空告 是希望接机的家属都能够在北京的利都饭店等待情形 所以我们再次联系人在饭店的记者周晴远 晴远你好 你好 你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一些新的消息可以更新呢 好的 佑婷是这样的 目前北京利都饭店的这个现场 大批失联飞机上这样的一个乘客家属 以及媒体记者都依然还在焦急的等待消息 因为这场新发布会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举行 目前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在当前 中国交通运输部已经召开了紧急的会议 图是也是启动了第一级的响应 马上成立了这种马航的失联客机的应急反应领导小组 并且现在已经是决定要派出14艘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救助船 和6艘的海市的执法船 以及两架巡航救助飞机 做好应急出动这种救援的准备 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一级响应的这样一个水准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注意到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也已经就这个事件批斥了有关部门 要求全力的做好搜寻和搜救的工作 但是目前的一个情况现在就是了解到 越南凯军已经对于这个 给出来一个回应 就是说声称这个目前现在这样一个 飞机现在是目前是已经确认了能够失事的情况 所以说最新的更新的报道还是需要这个马航官方给出一个确切明了的消息 因为马航截至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给出这个飞机已经失事了这样一个确切的信号 给向外界通报 但是同时目前我们也了解到当前 在这个试炼飞机的名单上显示是一共有154名中国乘客 其中是有152名大陆乘客和一名婴儿 同时还有一名台湾的乘客 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他们的身份中 有一大批是前往吉隆坡参加这样一个全球的佛教大会的信徒 还有一名孕妇 也有这个24名这个中国籍的这样的一个绘画艺术家 但是他们的消息现在完全都是属于一个失联的状态 所有人都非常关系他们目前的安慰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也祈求他提到这个信息 这个这架飞机那个接下来的这个更加利好的消息 能够传来能传出一线希望 好 非常谢谢庆元为我们在里路饭点 所有带来的一个消息